我觉得这几个蛮有意思 一个是最新的 10月31号昨天 华为发布了2024 三季合并 还有母公司的财报 就赫然发现 跟去年同期相比 前三季的营收 年增算是28.3% 但它的净利却下降了13.8% 然后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 任正非很特别 大家知道他以前有军方的背景 后来一路真的是大陆凯模型的人物 他讲了很多很多话 有一个他说什么呢 到今天也还不能说 我们就能活下来 目前还在挣扎中 还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 这么成功的状况之下 任正非总是非常的谦虚 如果封闭请来就要落后 华为要向美国学习 开放性包容性 过去他也赞美苹果手机 这是一个 他到现在还用苹果手机 对 所以这个思维很特别 他对美国其实从来 几乎没有坏话 没有坏话 完全没有坏话 然后另外一头是俄罗斯政府 对Google最近给了一个罚单 我觉得蛮幽默的 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 有战斗民族的幽默 这怎么念 大家都念不出来 不是义不是兆 35位数的美元 天文级的罚款 什么概念呢 这一张罚单超越了全世界的GDP总和 所以亮哥怎么看待这个战斗民族的幽默感 不这个等于就是Google你不用在俄罗斯就不要混了啦 但他用这种方式表述 我认为谷歌一定在俄罗斯也做了很多这个 坦白讲就是提供美国政府的一些数据的搜索的资料 我觉得任正非这个就好像秀芳 比如秀芳在中天就说 我们每天都要努力 这个我们现在随时还是会做不好 就是明明知道 他很多在中国大陆的成就都是最前面的 危机意识还是这么重 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啦 这个好比比亚迪 他明明在世界在成功 那随时还是会去看特斯拉 其实就是这样才会成功 那任正非是很特殊啦 就是我觉得他是真的懂美国的技术 他真的懂 他知道他自己的优点 还有美国的长处 那也知道还有很多地方要追上 那他也会知道 他哪些已经超过美国了啦 5G就很明显嘛 那可是他的态度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让 你这个让美国其他人要怎么说呢 你说要去打他嘛 就有点 当然他这种发言会不会 在英文媒体被报道 我们还不清楚啦 可是知道的人就 知道的人就会知道 觉得就是美国无理嘛 美国完全是 你如果是为了5G 那那个跟国防直接有关 跟人工智能直接有关 那那个还可以理解 那其他呢 他现在对华为是全面打 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任正非真的是很特别 因为怎么讲 他的成功是无庸置疑的 然后各方面的领域 我们讨论过很多华为 无法被定义的公司 那另一头呢 他的女儿在加拿大被软禁那么久 不公平的法律诉讼 还有包括华为一路被美国这个打压 到此刻为止 他对美国口不出恶言 孟晚舟回来讲话也是很内敛 可是他还赞美 你看这个美国的什么开放性包容性 真心的吗 这个孙子兵法 要取之必先与之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气度 其实这个反而会让我担心 就华为如果没有任正非这样的领导人 那能不能维持这样的高度 就是中美 我觉得他肯定是反对 中美彻底在科技杠上 他就认为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走到这样 我觉得他一定也认识美国 另外一些声音的代表 比如说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也反对科技战 所以比尔盖茨在中国大陆 也比较受欢迎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扮演这样的人 就中美大陆现在 民族主义声音很大 那科技领域就主张要跟美国 对决的这种声音也很高 可是中国大陆还是需要这种声音 就同一个逻辑 就说比尔盖茨他的高度就比较高 他就认为到这个跑下去 最后还是会伤到美国 那我讲一下这个双航母这件事 我跟你讲9月25号 中国大陆是设了那个东风31A机 对不对 那这个是10月17 我觉得两个动作 都是就表示我 杨阳哥也认同我的10月17论 应该不是最近 10月17 对对对 这是立将军掐指一算10月17 差不多了 差不多 不可能是最近 不中国大陆不习惯这样 你看习近平去安徽 看那个东风26 那多久的事情 就10月17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 他也没有立即公开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动作 包括习近平 然后央视不是把东风26一大堆并拍 我认为就是要给川普看 就是你对台海的战略 你自己想清楚 我们是要跟你做朋友 你不要想错了 因为这个摆 我不是说这个摆正 第一个也是区域句子 我即使不用东风系列 我一样让你进不来 我讲的是第二岛链第一岛链 你一样进不来 我用我的海空的实力 一样让你进不来 这个也可以是航母对决 我也可以跟你航母对决 你也一样进不来 东风31A机就是 我还是可以打到你本土 我即使不是从沿海发射 然后习近平那个东风26 那是安徽嘛 因为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 因为关岛快递大概3000公里就到了 2800 那为什么要秀一个5000公里的 就说你即使把我的沿海的机率都炸掉了 我还是有第二线 我一样打得到你关岛 所以我觉得他还不断的出招 就是假设川普当选 那怎么办 因为何锦丽好处理 那再说嘛 可是会发很招的是川普 那就是 那可是川普又是一个 讲究实际的人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东西 让美国的军方都看到 那他们会去告诉你 就是说台海这个局 你真的要这样玩吗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 这个有时候 我记得我在看那个 古巴危机那个电影 惊爆13天 那个时候美国的 那个国家安全顾问就说 说苏联正在跟我们对话 他是透过军事动作在对话 不是跟你打电话 所以这也是对话方式的一种 这个就是战略对话 用军事摆政来对话 那我相信美国一定看得懂 就是这样 所以难怪在这个美选前 好像觉得大陆突然高调起来 这个动作特别多